截至4月15日,广州白云区正在运营的有17家集中隔离医学观察酒店,累计入住并提供健康服务中外人士5,112人,再住人员1,397人。 4月17日,记者来到其中一间酒店,酒店门口被设置成多个检测点。 这家酒店总共有100间房间,现有37名来自非洲的外籍人员在这里单人单间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。 就读于华南农业大学的马里留学生西帕拉就是其中之一。 据介绍,广州市白云区政府为集中隔离外籍人士提供两次免费的核酸检测, 分别在进行隔离的第一天和第14天,并加派了翻译人员进行24小时职守。 工作人员在门口放上了牛奶、面包、水果和午饭套餐。 另外,为解决部分外籍人士饮食不习惯的问题,工作人员会根据他们的需要尽量调整餐单。 此外,工作人员会帮他们点外卖,并派专人送到房间给他们。 我们订了外卖的生活,他们会很快的送过来的。 我觉得他们的服务真的还可以的。